Hello 大家好 我是Walker 很久不见 欢迎来到Walker Lounge 今天是2018年的6月1号 在中夜这个舞场排楼里面 有一个高波拉的40年战 进去吧 未开集你见到已经有一帮粉丝在乖乖地排队 为什么呢 因为头50位入场 而又买够5000日圆的粉丝 是有机会得到一张 自责母一老师的亲笔签名食指 歌布拉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 我今天也不再说一次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玩具日报 看一篇我几年前写过的千字文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自责母一的生平日事 自责老师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不知不扣的伤失青年 读不成书 也没什么做 但是他就有女朋友 有一天他女朋友 他就决定去参加一个少女漫画的比赛 当自责母一听到 原来赢出会有一笔可观的奖金 他心想 我一定画得比你更好 他就去参加 而他亦是差不多赢出的 他忽忽地走去联络主办单位 问为什么最终赢的不是我的 而主办单位也答得很妙 因为这是一个少女漫画的比赛 而你不是少女 虽然他没有赢到 但是就把他的人生带到漫画的工作上 早期自责母一曾经是首宗自从的助手 助手的工作就是上下墨画画背景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首宗自从 会点名叫自责母一留下OT 其他助手就会笑他 觉得他很命苦 但是自责母一说他学习得最多 就是过段时间 那时候其实首宗自从 是处理着火资料 由连载漫画变成单红本的工作 他会要求自责母一 将画稿展开 将不要的章节拿走 剩余的重新编排 目求令到故事 有这么紧张 这个工作 是对自责母一来说 不生受用的 因为他日后的创作模式 都是近似的 他会将idea 写在postage上 当时机差不多成熟的时候 就将这些不同的idea 组成一个冒险故事 很多人都会以为 自责母一是美国漫画的fans 其实就不算是 因为他觉得美国漫画 有点对低B 林是我说的 其实他就喜欢法国漫画 和大有黑洋一样 他是法国科幻漫画大师 梅菱斯的fans 而其后也成为了朋友 除了漫画之外 你在哥布拉故事里 一定会见到 美式的科幻电影 意大利式的牛仔片 以及法国的新浪潮电影 尤其是著名的新浪潮电影 Abu de Souf 《断尿器》 当中男主角的那种轻浮 以及对死亡的那种大无畏精神 对于他来说是很震撼的 最后那幕 男主角倒地 躺血 用自己的手 用自己的眼睛去死 他觉得是酷到震的 所以他就拿了这位男演员 尔布罗伯蒙多的面孔 来做哥布拉的原型 那个年代 法国有两位电影男神 一个叫尔布罗伯蒙多 一个叫阿伦迪龙 两位的名字 可能大家老病都会听过 但是他就倾向喜欢 非常讨喜的尔布罗伯蒙多 而性格比较古叔 有些计算的阿伦迪龙 他就拿了他的样子来做水晶人 是其他人 另外民生三姐妹的名字 其實和法國電影是有淵源的 首先,Jan就是曾方達 她拍過那套由法國導演執導的著名科幻扣片Barberena 她是非常欣賞這齣戲的服裝設計的 Dominny其實是一位法國一代性感女星Dominic Sander 而嘉芙蓮就是另一位法國影后,嘉芙蓮丹奴 當少年Jump邀請志澤某一去做一個長篇連載時 他們曾經要求將故事的男主角由一個成年男人 改編成為一個少年或兒童 志澤某一就跟他說 如果不是一個男人做男主角的 你就找另一個,我就不畫了 他的堅持就令中醫少年Jump跪低了 當然之後的就是歷史了 在他的工作生涯中,他很多時候都要為自己去Fight 他說例如,哥布拉當初是出電影動畫的 而他沒有被邀請,這件事他是僅僅於懷 他一直都不是很承認那套電影版的 但是他就很積極地參與了哥布拉的電視工作 他有很多Story Board的設計都是他自己的手筆 所以對於他來說,哥布拉的電視動畫是他一個很寶貝的作品 16年的時候,志澤某一都曾經被邀請去摩納哥出席一個為他而開的節目 那時候他已經身體抱養,行動有點不便 但也挺有趣的 因為在美星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有個女記者就問他 你這麼多創作靈感,這麼多關於未來的想像,這麼多科幻的故事 你的靈感是哪裡來的呢 在輪椅上的志澤某一就跟他說 其實因為我有一部時光機,我可以帶你去的 但未來那些女孩子是不會穿著衣服的 但你可以保持著高跟鞋 我相信其他女孩子應該不太好 但他是哥布拉的作者 他是有權這樣說的 我想這就叫做男人的浪漫 我還要說,這裡在中野這個展覽會做到今個月十九日 然後在他們大阪的報道中,就會有一個很高興的 都是整個八年,就像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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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們的觀望,會有一個詳細的資料 今天就先玩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拜拜